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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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赫灵是中国电影百年长卷上 一直闪耀着温和光芒的一颗恒星 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 他正式登上电影荧幕开始 在中国电影三十至六十年代斑斓的历史画廊中 一些规律的段落里 我们总能发现他深沉安详的影像 1937年的《马路天使》 1949年的《乌鸦与麻雀》 1950年的《我这一辈子》 和1956年的《祝福》等等 与他一起亲密合作的导演编剧演员 也个个都是中国电影天幕上 魅力永存的一颗颗恒星 作为演员 魏赫灵最为独特的地方 并不在于他扮演的哪个角色 为他带来了与其他恒星平分秋色的夺目光彩 而在于他和这些秉赋 性情气质都各有千秋的艺术家 出现在同一方一幕上的时候 总能表现出 以不变应万变的妥贴与恰当 还在于他一生中不同时期 所成功尝试过的种种不同角色的数量 而这也是同时代的很多表演艺术家 不能与他比肩的 魏赫灵 我们年轻小时候看魏赫灵的电影 看得非常多 而且魏赫灵我们心目当中 原来我们作为上海的一个小观众 年轻观众 青少年观众 魏赫灵在我们的地位中非常高 赵丹 史辉 就是这些演员 说可能有决然不同的看法 有人提到说的特别好 有人说他就讨厌他 就这种的 通常大人说的魏赫灵 没有人说不好 魏赫灵不想就自己表演上 也创造一个 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设计什么怎么样 他没有的 周总理说这么一句话 老魏只要穿上衣服 穿上服装 他就变成了一个人了 他是这样子 你是在讲课吗 等会请你到办公室来一趟 这倒是新鲜事 我想既然是提倡了 那革命港一定比大清国 特别遗憾的是 他的演的第一部片子 我们看不见就是那个 任之初 就是史东山导演的作品 他无论从这个 就是影片的整个这个 内容的这个深度和厚足 和这个演员的这个整个这个表演来讲 都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片子 《保卫我们徒弟》里边 他还是一个比较老实把教的一个存名 《火的戏》里边 他演的男主角 就张来芳演的第一部电影 演的女透 他还是演 因为《火的戏》里电影 我没看到 但是《火的戏》里边 他还是演一个非常憨厚老实的 一个大龄工人的形象 上北京 卡儿子下 他已经去世 从79年到现在 30年了 但是30年 还不断地给他颁奖 还不断地有采访 所以我就觉得 就是说 他虽然人是走了 但是他留下来的这些东西 为什么就让我们 总是好像 会把它重新翻开来也好 重新提起也好 重新再去寻找 1907年冬天 魏和林出生在天津远郊 祖上世代务农 他就是一个农民 他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然后所以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 我是平农的女儿的话 在当地的村里呢 就是那个时候呢 口碑不是太好 是什么 就是不务正业 就是说 放在家里好好的地不重 然后天天就在那田头 然后就在那拉二胡 然后一看到有牛车 然后撂下锄头 就跳上牛车 就到天津看戏 戏台上究竟是什么 吸引了农村少年魏和林 没有人知道 魏和林一生只是埋头演戏 同事家人也曾提醒他 总结表演经验和影剧人生 他总是一笑了之 朴素憨厚的就像个站在大田里 对着丰收了的庄稼的地道农民 除了微笑还是微笑 我父亲呢 他倒是不大想自己说拍什么 那个那个 就是说他有一点 有的时候他是一种自得其乐的那种 就是说偷着乐 不大会跟人家说我 所以很多人那个想 那个时候想叫他写文章 写一些表演心得什么 他说 我写什么 我不会写 他说 我没那么多的理论 1928年夏天 喜欢看戏的魏和林 无意中在路边 发现了通向戏剧舞台的入口 山东国立一专嘛 然后说 看那个电信杆子上贴了一个告示 说赵胜 就是然后说 还有几块钱的津贴 生活津贴 就就就考了这个学校 就就从此走上这个 这个因为当时我想考这个 形象还可以吗 他是正经正儿八经受过 专业训练的 他并不是说 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有时候 老觉得好像那时候那演员都是 都是 就这种 说草牌子出身 不是的 那些人 学问都大致了 都 而且真是 你看他在山东的那个实验 实验那个西校上学的时候 那都真的都是正儿八经 从美国回来的 那个什么 那些 那些先生来给他们讲课的 都是 演戏给他生活当中带来特别大的满足 所以呢 回来喝三两白干 然后拿个小酒 湯一下 然后喝完酒 然后他就洗脚 洗脸 然后自己就烧咖啡 或者烧那个红茶 然后一壶咖啡或者红茶 烧好了 放在他的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 床头柜边上 然后他就开个 那时候没有电视 无线电一开 好 然后实际上那一杯 一杯水还没 一杯茶还没喝完 他就哗哗 就睡着了 行啊 可我是无功无手弄 拿过来 不是 怎么什么 你忘记了 从前 你挑水 我烧火 你给我炒辣椒 我给你捏窝窝 咱是老搭蛋了 玩意儿 要练到十一层 十二层 到场子上 才敢说有十层把握 是啊 还得往身里下功夫啊 你看他的那个 人的那种气质啊 就始终是那种 特别朴素 我觉得朴素这个东西啊 其实是人生 一个很高的境界 就是不是人人都 能够做到朴素的 但是魏和林确实 你看谁讲他 都是讲他朴素 他是我的包车夫 他的 他的家里头有一个 不是我家里 这是否可以解释 为什么在1937年拍摄完成的 《马路天使》中 30岁的魏和林 对于一个流浪在大上海的 爆犯老王 会有这样扎实细腻的整体控制 无论周围怎样喧闹 无论好友赵丹 在电影里怎样想办法演戏 魏和林都能不紧不慢的 收住他扔过来的所有包袱 《马路天使》里面说 《马路天使》里面说 这边扮个家人才子的家子 这边扮个上海的孩子 哦不 扮个天津的精子 也不 慢点 那 那 就在嘴边上 那 哦 想起来了 昨天报上有的 那 那 在这儿呢 瞧 这不是半个家人才子的家子吗 他没那么准确的把这个 就这个小抱贩子的这种形态 把它表演出来 而且你包括就像他和小云的这种爱情的 就是这条鞋 那真是不逊色于就是这个周贤和赵丹的这一条鞋 我给你买了药来的 从今以后你不要再过从前那样生活了 可是你要知道就是中学院里的几个大演员 就是这几个人啊 赵丹 为何的理由 赵丹 我觉得为何的严格实际 他是形成一种表演风格和表演流派 他这三年代就形成一直延续到祝福 这个整个一个过程 他形成一个表演流派 这个表演流派就是所谓的那个大哥 那种很憨厚的那种大哥 就是上海都市的南方都市那种大哥形象 乌鸦与麻雀是一部众星云集的立作 是魏赫丹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代表作 他与《易江春水向东流》 《万家灯火》和《三毛流浪记》等 一批闪耀着现实主义光辉的名片一起 被写入了中国电影史册 魏赫丹 以他一贯保持的不显山不露水的憨厚形象 精准地塑造了一个内心充满反抗精神 却有一支隐而不发的老教队孔友文 他含蓄内敛的人物塑造 再一次与老朋友赵丹 机巧狡黠的人物形象 形成鲜明的对比并相得以章 到了一个礼拜啊 我就一定有办法 知道你听我说 对了孔仙人 别着急嘛 老爷子 其实他是任性很强的这么一个人 老先生 我不放弃 这房子是我的 你就跟我搁楼梯底下住 这房子是我 他就这个人物的内心里 他蕴藏了很多东西 他很大碗 但是他演的呢 都是那个土地八戒的老头啊 他就不是像那种 这种 比如说像当时的 有像赵丹啊 像什么冯泽那些 都是比较帅的 帅的那种 为何你一直都演那个土地八戒 整个艺传的定位 他也是这么定位的 他肯定他这个长相 肯定演小生演不了 对吧 第一小生肯定都没他分 演反面任务也没他的戏 他演他就定位这么一个角色 这也就是他觉得艺术上的 就是说他安于这个配角的这个角色 保持自己的表演风格 表演内心 在这方面不断地往前加深 所以魏和林的表演历程 演员生涯就可以说明 配角和主角是一样重要的 你饿了吧 来 先吃点东西吧 祝福应该说是他这个解放后的一个代表 就是首先 是剧作的成功 然后为何利用他自己的表演去把整个这一段 这么一个人物给他塑造出来 想把他成了男主角了 你一定要回去 也好 那你起来洗洗脸吃点东西 我送你回去 他太难掌握了 他知道妻子是绑着来结婚的 对吧 完了第二天早晨 妻子要跑回去 他早晨起来以后 他一个人认妻探生 他对他来说 他是花了钱买来的 他想认认真证过日子的 后来跟祥林嫂两个人 慢慢地用他的善良 感染了祥林嫂 你到卢镇呢 还是回到你婆婆那去 我送你去 他这种表演风格应该说 他不是靠外在的心体 靠内在的气质 对吧 还有所谓的心理体验 内心表演 形成那种特有的一种表演风格 这种表演跟赵丹子不一样 赵丹子是演技派 他属于一种内心表演 他有能力 把这个东西表演 这就过去那焦金尹先生说那个 我得看见你表现出来这个 不是说你看 你看见的 你得让我看见你表现出来了 这就是一个 一个演员的这个表现的能力 整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魏和林频繁地往来于北京 上海等地 在各种类型的电影中 扮演了大大小小的角色 很奇怪 她的气质 会说她 随着她的人物 文物服装的造型 常常改变成为 就是 就是刚才看见到 她就是那个人物的 五六年她就接到了 就是让她和白杨来演祝福 五六年到五八年的时候 就戏不断 这个家是我的 我是一家之主 这一大家人 谁敢不听我的话 我印象里父亲的比较 应该表面上的是 比较严厉的 好像在生活当中呢 他经常就是 带我们出去 什么吃点点心啊 洗个澡啊 但是这时候呢 包括就是他对那个 就是我们的邻居啊 或者对一些 我们去澡堂子的 一些洗澡 他都没有 就是没有那种 大明星的那种 很随和很随和 我父亲呢 就是说 在家里呢 专门做小工 如果说 最近没有洗了 礼拜天在家里 你说话 一清早起来 饼啊棒啊 饼啊棒 铁 那个椅子啊 什么什么 那个桌子啊 有敲没敲的 都拿出来修一修 备单啊 备单不是当中 用了 旧了吗 剪到剪 剪开来 把两边不是 没用到的 比较好心的吗 拼到来 采风鸡 带着一夹子 然后看菊花 那个复兴公园 菊花展览会 然后就到天津馆 吃吃 然后 一路上人家 老味老人家 然后我们在天津馆 坐下来吃饭 那个桌子旁边 都温过去 坐在你旁边 边上一块吃 然后他就跟你聊 也不太看你的身份地位 他们的反正就说 包括那个厂里的那些 那些传达式的工人啊 那个设置组的那种 那种烟火工人啊 或者是这个这个 道具工啊等等 就是他都会很主动的去 跟他们 他叫 打招呼 他不是说 有的人是说 哦 看来他就回应去 他不是 他总是很主动的去 去去去去给他们打招 小悠 小悠什么 下地了 下地了 孩子快满月了吧 都六满了月了 哎 这里从哪来的 从我这来的 哎呀 这三爷呀 小弟弟 不能留了 我还要到处走走 好会会天下的首艺人 朋友们呢 哈哈哈哈 你看他白过江南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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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小农 那个小农 想吃哪块 就吃哪块 一想的多好 过去啊 我在屋子调上半只羊 炖上个小砂锅 烫上壶酒 我爱吃哪块 就吃哪块 哎 这年月 他也演坏蛋呢 就那个北国江南里头 演的富农 搞不过坏 也挺入目三分的 当然那富农肯定和别的电影里的富农不一样 我爱你 我爱你 没了 我爱你 irt 你 你 那 有一条 我爱你 你 那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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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亲戚 好啊 演的田老庚 看 一个个的都是红光万面的 这就叫我 叫菩萨爱的人们都放心了 他就能表演出这么一个农村的老头的这种 面对着这么复杂的这种 这种关系 实际上心里全明白 这个人很有意思 他记忆力很长 每次演细 没有人听词 他演不出来信 他这个 从他年轻的时候 到他脑子都是这样 他一直演戏王词的 大家 大家最恨他的是什么呢 他忘了 忘了吗 人家接下来 他后来想起来 对他不回去 不回去了 人家就搞乱套了 我爸爸很臭美的 每天晚上 那时候 那个 就是说 那个洗脸嘛 那个 那时候还 有 有 有卫生间 但是卫生间没热水的嘛 他每天在厨房间洗 然后洗了以后呢 就把那个脸啊 开水先放好 然后就把脸这样 我蒸脸 那个时候 什么时候 他很蒸脸 然后蒸完脸以后的吧 他然后呢 就那个 那手啊 就这样 这样 拼命的去 去按摩 后来 我说 我说你干嘛 我爸你干嘛 他说 我 我在那里按摩 然后我妈说 按摩什么 有用吗 他说 哎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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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吗 他说 如果一件衣服 有点皱 你就这样 一直把它 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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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能磨 磨得稍微平一点 他说 那个脸应该跟这个布的原理是一样的 所以 他 你想 他其实是很 很马虎的人 他每天晚上 折腾他这个脸 他要折腾很长时间 所以 后来我想 一个臭男 一个男人 还要臭美 还要弄上 其实他就觉得 他那个脸 也是他一个 特别重要的一个工具 他一定要保护好 他始终在和大事合作 他一开始演的那些 都是甜汉的那些作品 在那个时代 那是 创作水平最高的作品 那都是 而且又是 就是 在1931年前后 那些 就是 抗击日本的那些作品 作为演员 魏和林一生活跃在电影荧幕上 三十多年 参与演出了四十多部影片 几乎与中国现当代所有的表演大家 导演大家和戏剧大家 都有过或多或少的合作 真正的了解他是文革 十一六年 就是 粉碎斯人办以后 七七年大概 七六年 七七年 这个时候 宣布他解放 那么 我就觉得 这个时候的我父亲 跟那个 我小时候的那个父亲 我觉得 完全是两个人 我看到是另外一个 我的父亲 就特别特别的烦躁 特别特别的 就是 就是说 怎么讲呢 就是说 唠叨 而且 特别小孩子气 就是一个不成心 就发脾气 顿地板 就说 甚至躺在地板上 就那个 就 就跟我们小时候 对父亲 这个 你问父亲 那种 看见谁 好好好 打打 也从来不打 小孩 不骂小孩 对吧 然后那么满足 但是那个时候的父亲 我就觉得 整个一个就变掉了 没看到 他好像高兴 然后他就说 他说 我现在就干拿钱 就干拿钱 共吃饭 不干事 我不是一个活死人吗 哪怕给我一个小角色 让人家知道 魏和林现在是没有问题的 魏和林是好人 魏和林现在还活着 还能拍戏 这个时候我才理解 才真正就是说 为什么他 这个 这一生 能够拍那么好多电影 其实就是说 他骨子里 他就觉得 拍戏 他这一生当中 最为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拍戏 如果不拍戏 他就觉得 活着都没有意思 一辈子 树而不作的魏和林 用丰富 丰满 丰盈 丰硕的 一个个荧幕形象 工整地 写下了一句独白 一句简单朴素 却又意韵 丰厚的独白 我是演员 他在荧幕上 留下的喜怒哀乐 种种表情 都有那样一种 神奇的力量 带着你进入 他所沉浸的世界 只要你仔细看 仔细听 那个时候 就遗憾遗憾 就是说 从他宣布 他这个问题解除以后 再也没有重返 这飞刀 可不必鞭子 人是肉掌的 刀是铁打的 是手卖命的玩意儿 我这求老少爷们 多照应 民心 人家是内心 将来跟凤兰一结婚 你往哪摆 那小子 平常对你那个样子 我看着就生气 不要脸的东西 你把你妻子的手 是骗去卖的 在外面狂调烂斗 租小公团 抽鸭片烟 用我的名义借债 你 他真是那个 就是说 你每个人物 你觉得都是他的那个 掌控之下的 但是确实每个人物都不一样 而且每个人物就是那种 你感觉 你能感觉到那个 就是他把那人物内心的东西 给你表现出来 你路不着为难 我不怪你 我呀 我会在这儿住场的 我在村上也还有工作 我还能够劳动了 说不定外面还有人盯着呢 你叫神仙走后面走 我跟掌柜的说一下 我们真正了解中国电影的人 脑袋里挥之不去的形象就是魏赫林 挥之不去 对吧 我们可以忘掉很多角色 魏赫林的角色忘不掉 我说呀 凶手要成败 倩祥得要 不许打人骂人 这条也要死 可是 还有顶顶要紧的一条 他今天如果还是个汉奸 那我自然是不怕他了 可是人家神通广大 腰身一变 还是个大官 已然骑在我们的头上 我呀 看透 二月十九 关一生日那天 三百两脚各大棋 打新鲜求健 关县唐一那边 就要仰仰你们 可以的 我还有点事情要做呢 小猫 来来 二猫 回回 二声 二声 MA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